《甄嬛传》播出十年后 孙丽才意识到这部剧有多火 这不是孙丽反射胡长 也不是凡尔赛 实在是孙丽的暴剧太多 导致她对火的定义跟常人不太一样 电视圈有《某女郎》 电视剧圈有《严女郎》 罕言的小说拍一部火一部 永不明目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 《玉观音》等都是红极一时的现象级暴剧 而孙丽第一部女主剧就是《玉观音》 佟大为和孙丽都是因此巨火变全国 播出前 她们是无人问津的小演员 仅仅播出十天后 就有人在大街上追着她们要签名 而孙丽也靠着这部剧一举拿下《精英双碑》 成为《精英侍后》 还获得飞天奖提名 当时她只有22岁 这样的高起点是很多人渴望而不可及的 从此之后 孙丽只要演电视剧 就是女主的不二人选 一双绣花鞋 大染方 血色浪漫等几部剧相继播出 反应都不错 孙丽的人气也节节攀升 2005年播出的幸福像花儿一样 是孙丽演艺事业的新高度 电视女王成为她的代理词 当时最火的小生刘烨 陈坤都跟她合作过 就连演电影 也是李连杰主动跑来橄榄枝 此时电视剧一姐的宝座 孙丽已经摸到了 2011年《甄嬛传》开播 最开始不温不火 因为那一年大火的剧太多了 单单是轻功剧 就有步步惊心 功 心还猪格格 虽然这些剧口碑褒贬不一 可在当时讨论度都很高 《甄嬛传》很难比得上 哪怕是现代剧 也有《回家的诱惑》 《裸昏时代》 《我是特种兵》等暴剧 《甄嬛传》是根据网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 不算历史证据 又因为宫斗情节太多 遭到不少媒体的炮轰 可《甄嬛传》画面 情节 节奏 都是按照正统历史剧拍摄的 既满足观众对于宫廷生活的猎奇心理 又塑造了苍凉的历史感 以至于《甄嬛传》播出都十几年了 还是有人会把它拿出来 仔细品位 《甄嬛传》正式奠定了 孙力电视圈一姐的地位 从那之后 她一年几乎能接到300个剧本 相当于所有女主 她都是第一人选 她淘汰的本子 才会被递给其他女演员 尽管如此 孙力的产量也很低 自《甄嬛传》之后 只有五部女主剧 另外有两部是拼盘剧 不管剧口碑如何 收视率基本都是年贯 无愧电视圈一姐的地位 细数孙力的成名史 几乎是一路顺畅 她抽到二十多年 拿下近二十座奖杯 几乎一年一个 中国电视三大奖礼 孙力拿过两个白玉兰事后 两个精英事后 一个飞天事后 仅次于拿过两轮大满贯的奖门利 然而这五座奖杯 偏偏都不是靠着《甄嬛传》拿到的 所以孙力如今对《甄嬛传》的长虹感到意外 真的不是她凡尔赛 实在是她的成绩太过耀眼 就算没有《甄嬛传》 她也能达到如今的地位 这就是实力给她的底气